狗哥新年 2022年10月31日 知名B站优秀创作者 狗哥Talk Car到比亚迪参观学习 比亚迪总部位于深圳市平山区 占地4000余亩 平山基地建有完整的四大工艺和零部件工厂 及汽车研发中心 近年来 比亚迪在新能源领域突飞猛进 实现中国汽车产业在新能源领域的弯道超车 在参观过程中 狗哥认真听取工作人员对比亚迪的介绍 当狗哥听到比亚迪在关键核心领域 取得一项又一项的突破时 脸上不禁露出微笑 狗哥还现场观看了三元锂电池 及刀片电池的穿刺实验 仔细了解了比亚迪的DM系统的发展历史 以及比亚迪最近几年在大巴 云轨方面取得的成绩 狗哥希望比亚迪能抓住 国家大力发展新能源的契机 加大对新能源研发的投入 努力打造中国新能源品牌 提高中国品牌在国际上的占比 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强化自身科研条件 提升品质的同时 也要加强提升员工幸福感 获得感 响应二十大对新能源行业发展提出的要求 争创世界一流 后面是超市经历的